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认为佛教是厌世的,是出世的 因为佛教的宗旨呢,在解脱生死,远离这个世间的苦 可是在强调厌世跟出世的同时 佛教对整个的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贡献呢 我们现在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问题就是问的外行 佛教是厌世的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 佛教不是厌世的 厌世就是陶贝现实,叫做厌世 佛教是出世的 弱世的 化世的 不是厌世的 这名词听起来好像差不多 出世跟厌世好像差不多 但是绝对不一样 所谓厌世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说这个时间啊 就是说这个时间啊 好讨厌啊 好无奈啊 好无聊啊 好痛苦啊 这就是说 赶快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得解脱了 所以得解脱就是希望 让从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 社会逃走 那叫做得解脱了 如果有这个观念的话 那会让人家会自杀啊 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坏了 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坏了 最近呢 那是去年吧 背影女中有两个女学生呢 在看了什么尼采啊 舒奔华啊 她们的自学思想 值得一纸斑结 就说 就认为这个世界 不适合她们两个人 这个就是厌世了 因此造成了她们两个自杀了 非常优秀的 女孩子就死掉了 这种厌世的思想 就会造成了人间的悲剧 佛教没有这样做 佛教是绝对不可以自杀 自杀了以后 你要受的苦暴啊 受的更多一点 就好像是说 欠人家的债赖债 然后怎么样 债上加债 你赖债的时候 处罚你 可能叫你利上滚利 所以我们呢 佛教啊 不是厌世的 佛教是 对世间 知道是苦 知道啊 是啊 处处是灾难的 我们叫做受暴 受的苦暴 苦暴是有原因的 没有受完以前你还走不了 有的人说一死 死了 就白了 我说死了 不得了 你死了以后啊 你的业还是跟着你跑 你现在陶贝先生自杀 我告诉主委啊 凡是自杀的人死了以后啊 他的这个 冤魂不散 老是周而复时的 他在自杀 在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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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闯车自杀的人呢 经常就死了以后 他那个灵体啊 老是在自杀 老是在闯车 多恐怖啊 多无奈啊 所以是不能自杀的啊 所以厌世 是因为已经了无救了 已经了没有办法了 所以干脆就离开这个世间 那没有办法离开怎么办呢 就是自杀 所以佛教是讲啊 要化世 要出世 佛教的出世的意思呢 在世间奉献 修行 成菩提道 修菩萨行 这是在众生界 广气善缘 正当慈悲心 而少烦少脑 少贪少欲 静静努力 修持戒定慧 而这样子的人呢 这叫做出世 所以出世啊 和弱势啊 这是根本是一个平行线 唯有能出世才能正正弱势 否则的话不叫做弱势 在世界上叫做混势 在世界上啊 仔细不知道怎么怎么一回事 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捣蛋 跟这个针跟哪个斗 跟这个放不下 又放不下他放不下你 这个叫做混势魔王 这不是弱势呢 许多人都在混势啊 认为积极的弱势 实际上他在混势 他们呢 要的太多了 他参与你 就希望把你变成他 他到你这个地方来 他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拿走 这个叫弱势吗 这个叫道明妻势 这个道势 妻势 活啊 混势 不是真正的弱势啊 真正的弱势 只有像莲花一样 在世间 而不破坏世间 而能够庄严世间 美化世间 这个叫做是吧 入世 唯有真正出世的人 才能够入世 老实在 贪得无意愿 成败都涉啊 挂在心里面放不下 老实啊 希望占人家便宜 老实希望自己啊 让人家尊重他 让人家来奉承他 让人家变成他的资本 变成他的殿教师 这一种什么叫做入世啊 这个叫做什么叫世啊 混世啊 要问良心 是不是真正的入世 真正的入世一定是出世的人 所以要不然就变成了混世了 所以说辅法 是非常有用的 既不是混世 也不是厌世 而是出世 出世才能够入世 能够入世以后 才能感化他人 自己不为自己 追求任何东西 追求名利 全世为 通通不为自己求 而为大众服务 像这样的人 我们叫他什么 叫做菩萨行者 这个真正的佛教徒 我们应该学习 这样的精神啊 才是真正的叫做佛教 佛教的话 你们误解了佛教了 说误解 认为佛教是厌世的 绝对错误 我要含冤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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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